银赛轿车卡在分隔岛上 车头陷入火海 消防队赶到很快扑灭火势 幸好当时车内一对夫妻 已经早一步被好心的路人救出来了 救人的就是这一位47岁的男子林玉树 他说当时开车经过 赶快下车救人 他和另外几位在路边割草的工人一起 捡起路边的齿轮 打破车窗 把两夫妻拉出来 这一段期间夫妻两的家人 透过脸书找到这位救命恩人 相约当面道谢 林先生非常低调 只说救人是应该的 夫妻两身体多处骨折烧伤 还在家里休养 透过家属表达感谢 如果没有林先生和另外的热心民众 夫妻两早就不在了 大爱新闻台中综合报导 这一句是他几位之后 幻灵想内之后 那不准事是顶着 他会说是什么 那我彻像是挑战的 这一段期间是 若是一个人的 那是一个毅度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